今天晚上我想讲一点 跟大家教大家开光佛像的方法 因为大家学会开光以后 将来左江湖也方便得通 也不必说每一个人只要开光佛像 想要开光佛像 他们就要问我 所以今天教开光法 这个是很实用的方法 你们可以对外面先称 你们是开光大师 就凭这个开光法就已经适合不进 学会的开光 虽然有了种种的仪轨跟仪式 但是最主要开光还是要用心 你心本身很沉 这个开光一定非常的圆满 你心一点都不虔诚 而且有决念 开出来的光一定是乌鸡八糟 人家请你开光 那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字叫做摔啊 很摔 我们好像修行的人有天眼 我们看一个人 他周围所围绕的鬼神 是善神跟恶神就可以分出来 一个赚钱的生意人 他生意做得很好 他周围都有几个土地公在帮他拉客 一个很善良的人 他周围都有很多福神在跟着 一个已经动了这个愤怒之心的人 他的周围有几个很凶恶的鬼在旁边喊 其实自杀的人不一定他真正想死 不过他周围都有一些邋遢的人 上这个绳子挂毫 他本来不想上去的 他知道这个脖子会很痛 而且死相也很难看 但是很奇怪的 他一定有一个东西把它引进去 所以世界上的人他做事情 不一定由他自己的意识 是周围的意识来促成他 像这个师尊啊 在写作的时候啊 有时候灵感一来啊 哇这个下笔就是千元万元 有时候我一写诗啊 这个米白就来 他跟我讲这一季不好要改一个字 然后我就赶快改一个字 你晓得音乐家 他在弹钢琴的时候 有时候季空中 就有这个贝多芬的这个灵 降到他身上 那弹出来就是贝多芬的 所以我们本身的思念 的想念 要开关以前 一定要清静 要非常的干净 所以我们首先要开关的时候 然后就是要自己穿干净的衣服 然后去洗一个澡 不是先洗澡在 不是先穿衣服去洗澡 是先洗澡再穿衣服 然后也是要念清静奏的 你要先清静自己的身体 清静自己的口 自己的意念 一切非常的清静 你不能说要开关以前 还注意所有的这个醉心心的 你这一季开关 所有的这个神都是酒鬼 当然你给那个季宫开关 季宫佛佛开关 你喝酒去开关可以 因为季宫也是酒鬼 好了 这个自己已经非常的清静了 然后呢 那个神像 你记得也是要清静 小一点的神像 你可以拿这个金子 咸火 在他的周围 绕上三圈 就表示用火 来把他身体的那些 好像神像的一些 这个污碎 通通用火给他烧干净 假如是像观世音菩萨 那个神像还没有开关 但是他坐得很高 你那个金子不可能 一直爬 爬到上面去 给他绕三圈吧 然后再爬下来 这个是不必要的 这个你只要点三个金子 望着他 这样子绕三圈 然后你观想 你这些火 已经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周围 已经把它清静 那以前有很多 弟子跟我讲 有一次开关 有三十几尊 三十几尊 但当你这样先绕绕 每一尊拿起来绕 就是知道绕多少 要烧到多少纸 浪费很多时间 没有放心 你就是把它摆一起 绕大三圈就可以 然后呢 已经今生清静 你知道 这个人每天 早上起来 他先洗什么 洗脸 脸是第一重要 我们每一次 相亲都是第一个 没有人看这个脚的 就是先看脸 其实也有 当然也有人看别的地方 我不知道 以前我们那个老祖母讲 他说要先看会不会生牌子 所以现在呢 我们每一次先将军 就是一定先看 第一个先看脸 好了 菩萨也是一样 他一定要 这个脸一定要好看 一定要洗干净 所以我们要准备一条 最干净的毛巾 最新的毛巾 就有法师拿过 然后向他的面孔转皮转 就是洗脸 这些都是仪式 洗水 这个脸干净就可以了 脚不必干净 这个仪式就是说 先把这个金针 弄清净 然后再把脸洗干净 那自己本身呢 也是当然身体 口 意念 都要非常的清净 那清净了以后呢 你可以拿一个镜子 这个右手 拿的是底 手手 拿的是镜子 假如你会写这个开光图呢 就在镜子上 挂上了开光图 你们也许讲这个 师生里面有叫什么开光图 到时候人家要给人家开光的时候 这个开光图 不知道怎么画 那其实很简单 这个热令开光 这边一个日 夜 那底下一个空 就可以了 三点 热令开光 上面一个 这边一个太阳 日 这边一个夜 底下一个空 那其实 你那时候你不会画的话 你把笔拿起来 就在上面写个热令开光 不要画上去 你就在这边画个热令开光 反正人家看不懂 你就讲说 之尊教的 这边是日 这边是夜 上面点三点 底下热令开光 空 这个空就是自证 自证 自证 叫个空 刚 刚好 你画出来了 人家就会被你劫去 而且他看出你的功力有多少 反正你画无形的 他说 这个功力一定很好 你这个镜子 对着这个佛像 在前面的话 就对着前面就可以 在上面对着上面 这个哪只笔 得摇摇 就睡着浮上 那开光的时候 要念开光咒 而且呢 你那个笔 要等于你念到 哪个咒的哪个地方的时候 你笔就是要睡在哪里 开光的时候 要先那个 好像开眼 开眼光啊 我们刚开始念的咒 也是讲 天之神光 地之神光 日夜神光 开光 开光咒 那个 开眼光啊 开这个眼睛的光 就是要叫他来看这个事情 这个开耳光啊 开耳朵的光啊 就是要闻生救 这个开口的光啊 就是要福大 这个开口说法 注重生 这个开心啊 开心的光 就是要福大慈悲 来注重生 开索光啊 就是要福大 来扶持重生 开福大的脚 这个 他的脚 就是要很快的飞行 很迅速的去救动 开菩萨的全身的豪光 这个放光 就是使世界充满光明 这个就是开光的这个咒语 其实他的咒语 就是这个意思 前有人问我 他说 始终给人家开光啊 眼睛 耳朵 嘴 都有 就是没有鼻子 我跟他讲 这个本来呼吸就应该有的 还要开什么光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一切生命 我们人的生命 从呼吸本身来的 一切的生命 跟气息都是有关的 它本来存在很自然 不必开光就有了 假如你们要开光 也要剪鼻子的话 你们可以讲 这个开鼻光 呼吸自然 那么干脆你们也来开个牙齿好了 这个是不必要 这个叫化泽田 这个是不必要的 好 我们给菩萨整个开光 都是非常的庄严 一切圆满 我们还要观想 这个宇宙之中 虽尊的形象 还悉空中 一直降到 佛菩萨的身上 两尊秘符 这是表界 表示啊 法界的佛 进到 应身的佛身上 然后呢 我们彼纳说 在佛菩萨的身上 做一种清静的画 所谓清静呢 是一种 这样子的画法 好像一个八字尖导 八 A的尖导 这样子画下来 就表示 整身佛都非常的清静 做完了开光以后呢 然后你点香 表示佛 佛菩萨 你进入今生里面 你点香 拜佛菩萨 然后 再摆上奉品 做领法 开光 也有几个 以前呢 开光也有几个仪式 是特别 好像重要的 这边在跟大家 在学习 在还没有开光以前 大部分 这个佛像 都是用这个红紧 把他的命红 围起来 在开光的时候 再把这个红紧拿开 这个有点像哦 像在国外有时候 很多那个节目室啊 节目 就是那个 好像有人磕了一块碑 然后要开始那一天 就是整个字幕 要节目 开始那一天 才把那个布 拿开 那个情形是一样 在佛像里面来讲起来 有时候有一个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你不用红紫 给它盖起来 到时候 好像有一些 那个不好的这些灵 已经先看到 他就先来 抢位置 就已经进到这个 好像佛像的身体里面 他就假装成为观世音 佛像 另外呢 还有几个重点 好像 要入神的 然后人家给你摆了很多的 这个要入神的东西 在你面前 要你入神 我看了半天说 师尊子叫我这个开方 没有叫我入神 这个我不会 假如是你连入神都不会啊 那就是 这个开方大师就做不成 入神 用什么东西来入神呢 有的人是用五色线 五色线就是五种颜色的线 把它揉成一根线 就是五色线 然后五色线 放到这个神像背面的洞里面 然后再把它盖起来 就是五色线入神 也有用七宝入神的 七宝 就是五色线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五种光 佛菩萨的五种光 七宝呢 七宝就是 那个 玛瑙啦 祖婆啦 这个金啦 银啦 孔子也没有啦 反正七宝就是玻璃啊 这个琉璃啊 这种圣七啊 七种宝物 集起来的 然后把它放在神里面 代表这个神 是本身很宝贵的 很珍贵的 矿色的七宝光 这个佛金 啊 金书 才入神的 金书入神呢 就代表华宝 好像华宝装葬 就是放在 这个佛菩萨的 这个身体里面 就等于有华宝 跟这个友情的这个神像 已经合而为一 你拜他 就等于是在拜华宝一样 是这个意思 以前在 资孙的故乡 也有用密封入神 密封 为什么用密封入神呢 因为密封很凶 这个神 本身是王爷 要凶一点 所以用密封入神 他可以经常可以去定人家 所以到家有很多是用密封入神 另外也有一种 是用这个苍蝇来入神 大家会感到奇怪 怎么搞的用苍蝇来入神 你知道苍蝇的台语怎么讲吗 脱行啊 行 所以把行入上 就是凭行 那其实入神 大家可以用这个金蝶 还有七宝 用五色剑 还有五果子 另外还有一个五果子 五果子就是 好像是稻子啦 还有那些 五果子 我们讲五果子 就是五果子 五果子就是麦子啦 一种啦 还有稻子 一种啦 还有反正这个利豆也是一颗啦 红豆也一颗啦 黄豆也一颗就是五果 这个五果子就是代表果味 代表好的结果有果味 这个意思 那师尊有一次到人家庙里面去 那个他们请我关 这个庙在台湾的枫园 我跟他们讲 你们入的是什么神 那位住持就考知尊啦 你们知道我入什么东西吗 还好我那时候见有这个 祖母宫的这个佛眼金金啦 哈哈哈哈 我只会当堂子 讲不出话啦 你知道那住神住的是什么 在那个神像的肤子里面啊 有一条毒蛇 有一只乌龟 有一只乌龟 我跟他们讲 这个神像里面啊 很糟糕了 就放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就死了 而且腐乱了 所以他这个庙啊 就被这个邪的所散住 就是真正的神来在那里 那到时候我来帮他这个专上 整个通经再做 再通经拿出来 他们为什么要放这三个东西呢 第一个 毒蛇啊 很毒 他可以啊 好像是去给人家做一些杠头 都有效 第一个龟啊 他是很灵 他可以跟人家算什么事情 都非常准 另外呢 那个帮嘎 的格子啊 他会飞 他可以飞到任何一个天界里 所以跟大家讲这个开放方面 入战方面的知识啊 这个到时候人家问你 这个开放倒是讲不出来 也不行 所以基本上这几个开光的基本仪式 从开始自己的身亲近到相的亲近到如何开光 如何观想 再来是礼拜 送金 送养 这个就是一套的开光 那大家要问我 这个到底是入神间呢 还是开光间呢 你想一想 哪有说 已经帮他开光好了以后再把他肚子挖开来装东西呢 所以在还没有开光以前 你就要把装帐 东西要装好 你那个背后啊 他背后有一个要装帐的时候 他一定要准备背后挖一个洞 然后有一个套子要给他装上去 你可以把套子拿起来 把东西装好以后 再把套子关起来 在上面再写一个轰 给他轰起来 那个轰 师尊以前啊 这个听人家讲 很多那个寺庙有钱人 他这个 要把这些珍贵的东西啊 没地方卡 就干脆给他装帐 入神 不过我们雷杖寺的神将啊 没有 以前 他们很有钱啊 买了一大堆钻石 没地方放啊 就神将后面挖一个洞 就把钻石统统就装到里面 然后给它封起来 没有人知道 啊 雷杖寺是没有的 啊 假如有的话 我早就摸走了 哈哈哈哈 另外啊 那个菩萨的 有时候梅精啊 他会装一个钻石 啊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钻石 你以为是假的 其实是真的 啊 以前在彰化 就有一尊观心 菩萨这个额头的钻石是真的 但是他拿到 雕刻的地方去 雕刻的人 他事后知道是真的 把他拿走 换一个玻璃 哈哈哈哈 好我们装上的时候 当然 你假如是说 请师尊给你装上那个钻石 啊 师尊不会搞不去啦 哈哈哈哈 好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开光法 最主要呢 最重要开光就是在心沉 蛇灵 你心非常沉 他是佛菩萨 一定有灵来的 啊 也有人 这样子讲 说不开光可以吗 啊 不开光也可以 因为你尊敬他 以你自己的诚意来供养他 你心很诚意的尊敬这一这个佛 他的灵一定会来降 啊 我最近看到有很多人开光 他说我的是生气开光 什么是生气开光 就把佛像拿来 啊 用指头对着他的这个天心 灌气进去 哈哈哈哈 啊 我认为假如要这样子开光 很好的话 我们拿到加油站旁边 那个灌气那边 这样子灌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所谓生气开光 他是太过分了 好像是 把这个佛像好好的把他捏死 哈哈哈哈 啊 我们对佛像也不能那么没有礼貌 对不对 不要以为说自己啊 气很够啊 就拼命给他灌了 哈哈 开光只是一个仪式 大家有什么问题 法气可以清静的 可以清静的 好像镜子啊 这个笔啊 这个金子啊 啊 你刚刚开光的那些东西都可以用清静 就是拿姜过香火都是清静 啊 这个香炉面前你把镜子过一下 把笔过一下 都代表清静 啊 佛珠跟金刚灵的清静方法是一样的 一样 或者用火 你可以点火 在金刚灵上面绕三圈 在金刚柱上面绕三圈 在佛珠上绕三圈 就等于清静 就等于清静 这个佛珠阿民国经 今天的这两段经文都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看 从这个舍利佛 这个笔佛 佛土回风推动 一直到成就如是 功德庄严 反正这两段大家都很清楚 一看就懂 所以 奖金就到如此 就结束了 哈哈哈哈 这个笔佛 这个笔佛 是 这个笔佛 这个笔佛